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周围风烟四起 你不说保险业呢 其实政府现在是在做一个检讨 要如何加强规管的业界 但我们未进入规管之前 或者我问一下专员 现在普遍来说 你和你的家人有没有买保险 以及会遇到什么问题 专员或者你告诉我们 在香港我们有七百多万人 我们香港人买保险的情况是如何 多不多人买的呢 其实香港是一个很成熟的市场 很多人买的 我们现在有七百多万的市民 工作的市民有三百多万 我们现在有效的 譬如人寿保单有九百多万张 有些人买几张 是的 其实大家顽顾同事和朋友 大家都会有一个习惯 譬如我毕业时 可能都会买少少 买一张小的 即开始工作 结婚了 可能要想想要準備將來 又買一張大一點 將來有小朋友 可能要想想是否要有多些保障 或者有些想想是否要儲蓄險 即是要儲蓄錢給他們讀書 可能都是因為在不同的階段 又要加大一個保額 或者要買多些做一個微語籌謀 所以有九百多萬張就是人壽 另外最有很多的是哪一張呢 除了人身之外 醫療呢 醫療 或者家庭的甚麼保險 保險、車險 如果大家都有工作的話 勞工的保險 今年1月1日開始 全部的大廈都需要買第三者責任保險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常見的 即是接觸我們日常生活的保險 大家都有很多人買的 另外做生意的 亦都有的 譬如是貨物那些風險 要付運那些風險 或者是有時是建基建的工程 或者是有些設施等等 這些都是有的 所以其實香港是一個很成熟的保險市場 但是香港人也是對於這個概念不陌生的 所以都會覺得這個是給我多個保障 所以其實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 香港現在有多少間保險公司 香港現在有164間 因為我們經常提起 因為我們有個業界 在我們立法會工量組別 應該不是全部160多都登記了選民 在那個工量組別 好像140多還是甚麼 大部分都是 如果不是的話可能因為是姐妹公司 基本上都是 即是全部都登記了 是的 這個就無端端了 我相信是因為政府認為他們很重要 所以就在立法會也給他們一個位置 百多間保險公司來說 即是跟其他城市或者地方相比 我們這個是不是都很競爭很強 是的 香港保險業的競爭是很劇烈的 我們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 即是外國的保險公司 或者本地保險公司 我們全部一視同仁 完全沒有任何的門檻 我們當然有一些要求 但是各個都一樣 所以就很多保險公司 都會來香港 設立去亞太總部 看看他們 就是看了亞洲區 或者大中華區的業務 我們也有很多自己的 一些本地的保險公司 其實在亞洲其他地方 沒有甚麼地方 是好像我們這樣 有160多間保險公司那麼多 好處就是大家競爭那麼劇烈 但是仍然大家都 都可以繼續做生意的話 即是說他們一定是要很有效率 大家盡量去那個成本 會盡量去省 那個成本 如果你誰是沒有效率的話 你自然就會淘汰 所以我們這160多間公司 有一半是外地公司 有一半是在本地註冊 所以有大有小 市場都幾百花齊放 那從業員方面 就是總共他們請了多少人 如果我們只是計算過中介人 即是經紀、代理人 或者是代理公司的職員 那些 那裏中介人都有七萬多個 六萬多、七萬個 另外還有當然 每個保險公司 都有它後勤的一些職員 所以我想我們很概略地說 其實它雇用的人數是超過十萬的 那剛才你說到有這麼多公司 我們又這麼開放 他們又競爭得這麼厲害 那為什麼現在政府又要去檢討一下 是否要成立一個獨立的監管局 去監管它 而且好像其他地方 多數都已經有了這些獨立監管局 那為什麼我們又走得這麼遲 而其實就是 在先進的金融中心 其實都是這些監管 金融的監管機構 都是獨立於政府的 即不是一個政府部門 而是一個法定機構 基本上在國際上 這是一個監管的規則 我們在香港 我們其他的金融監管機構 譬如金融管理局 證券證監會 強職金管理局 都已經是獨立於政府 是一個法定機構 我們其實早十年前左右 都是有這樣的計劃 不過因為其他的原因 一直未曾落實 我們現在真的要落實 如果不然就落後於其他地方 我們整個規管制度 我都不可以同意你說金管局 就是獨立 不是你說任志剛 或者現在陳德林 他當然覺得自己獨立 但是他們都是坐AM車 你知道 他們絕對是非奴非馬 人工就高於公務員 不知道幾倍 我們今天不是說金管局 不過我就不會同意 其實我是同意 其實民主黨多年來都覺得 應該是有一個獨立的監管機構 就有條法例去規管它 就不是用這個 現在那個叫做外匯基金條例 不過那個就不堪提 今天不想提 但是現在就要搞這件事 我也多謝你 因為你都來過立法會 和我們跟業界一起去談過 其實你也介紹一下給我們的聽眾觀眾聽 現在雖然未曾成立這個獨立的監管局 至少有你 有專員在這裏 還有他們自己行內 都有一些自我規管的架構 或者你簡單說說 但是又有三個 真的很吵架 為什麼又有三個 他們做得怎樣 其實中介人 因為我們中介人 有一些叫代理 有些就是經紀 那 有什麼分別 經紀和代理 代理在法律上 他是代表保險公司 但是市民一般接觸 就是接觸一些經紀 代理和經紀都有 都會接觸 如果是經紀 那個經紀 其實是代表客人 對 如果是代理人 就是代表保險公司 去賣保險產品 如果是經紀 他其實是要代表客人 去找最適合的保險產品 我們中介人的行列 兩類都有 有代理人 有經紀 我們現在 其實在十幾年前 都差不多有二十年前 那時候大家同意了 就是用那個模式 就是自我規管的形式 即是說這些代理人 他們有一個叫做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 專門看他們的操守 有沒有投訴 那些去處理 至於經紀 那時候成立了兩個經紀會 由經紀這兩個經紀會 他們會看那些處理的投訴 看看他們有沒有違規 懲處 那就是用一個自我規管的制度 那運行得怎樣 其實我們呢 我相信你也收到一些議員辦事處會 將一些市民來找我們投訴 我們又給你 或者我們亦給他們那些自我監管機構 但是你自己覺得 我好像聽到有些說 最近還有很多宗投訴 是否那些投訴是越來越多 一個形勢是怎樣 投訴就是這幾年都是多的 可能是大家都認識多了 那個投訴渠道 你好像警察 警察那種來說 大家多了知道 但其實也都認識多了自己的權利 我想幾種都會有的 而其實現在就是這三個自我規管機構 他們處理的 我們看到 其實自我規管機構 他們在處理的時候 他們都很盡心盡力去做 不過在那個制度上 我們看到是有一些不足的 因為它是一個自我規管機構 在外人看 就會覺得會不會是一個 感覺上或者實際上 會不會有一個利益衝突呢 或者那些是被投訴的那些代理人 那些經紀 又覺得 咦 我有自己同行審法 我會不會 他又覺得會不會是緊了 這樣的呢 我會不會跟我爭開生意的 大家都覺得 可能是會有一個 一個這樣的衝突的問題在 我們也是看回整個國際的趨勢 其實先進的一些金融中心 都是陸陸續續在過往十幾年 都是放棄了這個自我規管 是直接由監管機構發牌 和直接規管的了 例如英國 都是在大約十年左右 都是轉換了由監管機構直接規管 很多地方都是 內地 美國 新加坡 澳洲 所以我們都相信市民會看到 如果這個是由監管機構直接去做 對於市民和業界來說 其實那個信心都會比較大 還有因為現在我們是有三個自我規管機構 其實他們可能有時去處理投訴的快慢 對於市民和鬆緊的程序 不是完全一樣的 還有市民怎麼會分呢 去哪裏投訴呢 對 還有你是在扮演什麼角色呢 對 很多時候投訴 有些會直接來我們 有些會來輕姐這裏 那我就給我 那你會分哪裏 你怎麼分呢 如果他是代理人 我們就會去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 如果他是經紀 我們就會看看那間經紀公司 其實是屬於哪裏經紀會的 是的 那他就會去經紀會處理投訴 所以一定是會有一個 其中一個機構去處理 一個會接收 是的 不過我也同意市民 怎麼知道你誰打誰呢 所以多數都會先來我們 那你就是好像一個信差一樣 我收到給你 給你 你還有什麼角色呢 現在這個制度 我會轉介給他們去處理 我們都會跟進 你處理了沒有 處理成怎樣 但是他真的做了一個決定 看了他是不是有違規 根據現在這個制度 我就沒有一個理由 是會去推翻他的決定 所以他們真的做了這個 那市民不能上訴 現在的制度 其實他們這三個機構 如果市民覺得不滿意 你當然可以向那個機構提出 我不滿意 他會再重新看過那些證據 那些文件 那些 就看看是否再重新看過這個個案 但如果不是的話 那也是沒有辦法 你也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是的 其實你說他們三個機構 可能有些處理就快 有效率一點 好一點 有些就差一點 有快又慢 快慢不一 鬆緊也未必是完全一樣 也有些程序 因為他們三個是獨立的機構 所以都不是完全一樣 有些是做了很久的 有些個案他們去調查 有個別的一些個案 我們都不斷地要追緊 有關的監管機構 看看他們很催促他們 要快點去處理 因為市民有時候 投訴人都說 為何要搞這麼久 我們都不斷地催促他們 但這就是長短 有快有慢有鬆有緊的問題 但我們覺得 除了這一點 整體就是 這個制度上 是有他的不足的地方 因為他是一個自我的監管機構 我想由市民的眼中看 怎樣都會覺得 好像是否會有這樣的情況 自己會比較鬆 雖然三個機構都盡量 希望釋除這個疑慮 他們找多了一些獨立人士 進去他們審裁的委員會 但畢竟他們每次都會有自己的 業內人士 所以不論是對於投訴人 還是被指控的中介人 都可能會覺得有些不安樂 我想是這個 令到整個制度的信心 未必那麼足夠 所以我們都覺得 在成立獨立保監局的機會 我們都希望這個制度 可以完善它 可以改善它 將來我們建議 由保監局直接發牌 直接監管全部的中介人 這樣就不會說 會不會是鬆一點緊一點的問題 即是那個諮詢 你們已經做了一陣 你們得到的結論 你們就好像聽你說 就好像很多人都很贊成 是 或者你說說那個諮詢結果 我們其實去年10月完成諮詢之後 都收到整個八十幾九十份的意見書 其實實際數目字就不止 有一千七百多份 但因為有一千六百多份 就是同樣的信件 那你是當別人一份 我們就說 因為你和那些會 我是代表那些會員一樣 他只不過沒有說 我有三千會員 就影響三千封信 我們都寫上網 掛上網 大家可以去看 大部分都是贊成 首先就是成立這個獨立的保監局 第二就是直接發牌給中介人 直接監管這件事 亦都有大部分的給意見書 都是贊成的 其實現在的三個自我規冠機構 都有兩個是贊成的 那些保險公司和保險聯會 即是代表保險公司的會 亦都贊成這個方向 但是一般普通市民 就沒有怎樣回應 是不是他們都不知道 你有個諮詢 也不是 主要你說的是業界的回應 這些就是回應 但是市民 其實我們都開了四場公眾的諮詢會 有沒有人來 有的 普通市民都有 是的 是的 他們的意見是怎樣的 大部分都是贊成的 都是贊成是加強監管 以及直接發牌這個建議 直接監管中介人這個建議 尤其是消費者委員會 很多年前他們已經提出了 希望我們向這個方向走 這個消費者委員會 亦都很支持 這個其實大致 我覺得這個方向 大家都是對的 不過有一件事 我看到你們的建議 跟國際的趨勢有些不同 就是那個收費 那裏 你們是否建議 翌日向那些買保險的人收 是不是 因為外國是保險公司 有些人跟我說 你看他自己的文件 他都寫澳洲 周圍都不是向市民買保險收 為甚麼你們有這樣的建議 有些人就知道為甚麼 他們說 他當然是這樣的建議 那些人就沒有那麼吵 你不問他收 你問市民收 而且老實說 你問市民收 價格又很低 他實在不懂吵 其實最終楊毛都出在楊身上 你問他問他 都是他的 但為甚麼你這個 跟其他地方不同呢 其實我想有一點要澄清 我們建議的那個收費 即將來這個保監局的收費 其實是個個都有份的 保險公司 即永不落空 不用怕了 不只是收你 保險公司其實他有定額排費 亦都有不定額排費 不定額那個 即是他大一點那些 就要給多一點 小的 或者都給很少 另外就有些用格用者的費用 譬如他要轉他那個行政總裁 其實我們要做一輪功夫的 那些就他們又要個別要付錢 中介人有他的排費 亦都是同現在的商約 不過都需要的 因為我們在監管那裡 都是有功夫在那裡的 另外我們是建議 就是在那個保單那裡 就會有個徵費 那那個就不用擔心 為甚麼呢 其實你說得對 我們都很坦白地在文件上寫了出來 其他地方都沒有這件事 但我亦都有跟其他地方的保監 有談過 他們都覺得其實 他是你很嬉 他都想做 你說得對的 要是無出在人身上 其實他一定都會轉介了 給保單即是投保人 問題就是那個透明度反而低 有些就轉介 可能你收他 轉多一點 對 你收他 他可能轉介多一點 這樣 所以如果是有得選擇的話 就很多個都說 不如我們重新去 好似曾吳權說 我們警察打人 這個典範 不是 我們就因為我們遲起步 所以就看了別人的經驗 其實因為我們將來 亦都會做更多 譬如說投保人的教育 以及直接處理這些投訴等等 其實都是保障投保人的 我們現在建議那個徵費其實很低的 絕大部分市民都未必是很覺得的 因為我們是建議那個保費的百分之零點一 即是說不是保額 譬如你說我有個人收單 我的保額譬如是一百萬 其實那個保費 一般來說如果一百萬 你每年給的保費可能是五百元左右 五百元你只是給五毫子 即是多就不是多 是的 而且我們都顧及 我們都顧著香港我們的保險業的發展 我們不想流失了一些生意去其他地方 所以我們亦都定了上限 如果是人秀單 上限保費是十萬 即是說他怎樣都不會給多過一百元的徵費 十萬那些其實是很大張的 即是一般我們見的儲蓄險 如果只是保障的那些保險 那些人秀險 其實那個保費是低很多的 如果是非人秀那些 那個上限是五百萬 給得五百萬保費的那些 其實多數是一些大機構的 整個集團的那些保單 那些這樣 那個徵費亦都不會多過五千元 所以我們都相信是很有限的 變成在那個收費那裡 即是投保人也會有些 保險公司也有 大的又給多些 甚至永不漏 是的 中介人也有的 不過就有些業界的說 這一點雖然我提出來 但是我看到也不是有什麼爭議 因為像你所說也很小 那遲早其實市民都明白 他不在那裡收你 就在別處收你 遲早都要給 但是有些業界就擔心 就說明天 因為你們現在 你們的監管處有多少人 90人 現在不是130人 130人 但將來做到二百多人 他就說死了 哇 他說做多這麼多 難怪要收那麼多錢 這一點我想要說一說 我們其實130人 將來我們現在建議那個是237 多一百人左右 多一百人 但是我現在是沒有做那個監管中介人的 我將來是直接做 其實那裡有60個人 主要就是做這個監管工作 就是出牌 處理投訴 我們有7萬個 就是中介公司和中介人 所以主要是做那個工作 另外那40個左右 其實是現在的同事 就是現在 因為我是一個政府部門 譬如需要一些法律的諮詢 那就律政署會給我 即將來他要請一些獨立的律師 我們就會自己做 或者我現在有一些精算的 我是沒有人手做的 我都是要給外邊的公司幫我做 我將來會自己內部有精算師去做這些工作 所以其實是一些內部支援來的 因為我已經不是一個政府部門 我那些資訊科技那些 就不會有人支援我了 我就會自己需要有人手去做這些工作 所以其實那個增長就不是很多 如果你看回其他的 我們其他地方 不要看了 又要講金管局 不要跟金管局比 我用回保險界的 其他地方的監管部門 其實都是人數是更多的 不過我們相信 我們已經都有一定的經驗 在那個監管工作那裡 我們相信都應該足夠 因為你剛才說到保險公司做生意 因為競爭那麼厲害 他們都很精打細算 都很有效率 我估計他們都不會容許你們去大化銅 我們建議將來這個保險局 其實是會受到立法會 它的年報 每年的財務報告 亦都會給立法會 亦都受到審計署的監察 如果大化銅 審計署一定點名 他們是否用錢 用得恰當 亦都會受到 譬如這個申訴專員 立法會一定 他們去監察他的工作 所以 應該不用怕 是 這些是在我們建議上 現在做的那些是公務員 如果他想去新的保險局 他就要脫離公務員 才過去 那麼政府又補一筆給他 是否這樣 你們的建議 其實在現在的同事的安排 我們都要 因為有些都是在看你的說話 我們其實都一直 跟同事都接觸 但選擇是否給他們 就是要他們跟政府集攬 我們都要跟公務員事務局 討論到時的安排是怎樣 但是他不可以拿著公務員身份 去那裏做事 可以嗎 現在是未曾有這樣的決定 即是你會想想 是有些甚麼的選擇 不過有些人最害怕 就是你到時那些架構 又猛這麼升 又說D6、D8、D10 好像學任志剛 幾千萬一年 我們其實到時成立 我們現在都已經有 在今次的文件裏面 有一個概略的預算案 所以每年的支出 其實我們都有在那裏 我們其實都通過法例那時候 我想卿姐 你都一定 我不知道是否 因為你通過法例 我相信你不是在這一屆 是嗎 你說完吧 你自己說得出來最好 你知道我們這一屆 還有一年 是 我們在2012年9月 立法會選舉 是 在9月之前我猜 你的法例搞不定 其實現在的計劃 就是在明年上半年 我們會有些主要的條文 那個草稿 我們會再諮詢業界 然後到明年下半年 諮詢了 好了大家都看過 主要的條文是怎樣 到一、二年的下半年 即是新一屆立法會 那時候 我們才提交過草案 我希望你們 真的不要弄一個很臭 或者收很多錢的架構 真的因為現在每個都弄了這些 你看那個西九那個 又不知道 五、六千萬 百萬 還要做一會就走了 那就找另一個人 更多 我們在立法會都看到 頭都大了 但是有些業界那些 很多人都支持你 有些人反對你 有些人說 他們擔心 剛才你也說 有七萬多重業員 有些人擔心 糟糕了 你突然搞了監管局出來 是否他們就變成要轉行 或者怎樣 其實他們需要不需要憂慮 絕對不用憂慮 因為其實我們就不打算 是收緊那個法牌條件 不會是因為成立這個保監局 而去收緊那個法牌條件 所以就變成現在的那些 從業員 其實他們都一定會自動過渡 去這個新的架構 這個新的發牌機制那裡 我們都在文件上寫了 就是說起碼三年 都一定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會有三年這件事 因為其實 就是說 他說是寫三年後 寫就沒得做 不是 絕對不是 就不是說要 絕對不用說要重新考試 或者是以前豁免了 會不會再要考試 那些絕對不用 為什麼有三年 因為新的這個是一個法定機構 他其實是有需要 是要核實每一個從業員 他們的資格 或者我們有一個 他們要上培訓的中數的要求 他們是對上年是否做了 那些事情 或者如果是有些中介人公司 經紀公司 我們有一個最低資產的要求 他都要核實過 如果不是我就這樣單純收光 會不會裏面有些脫漏呢 他作為一個法定機構 一定不可以這樣 所以他會做這個功夫 因為我們都說有七萬個這麼多 所以都會需要一些時間 去到真的全部核實了 我們估計應該三年內 可以做妥這個功夫 所以其實主要是這樣的原因 但是在那個法牌條件 我們沒有打算 是因應這件事去收緊 去改動 總之現在的從業員 你現在已經是符合了 現在那個法牌的要求 那個資格的話 將來都絕對沒有問題 自動過渡 即有些人可能會說 就是可能業界 是不是都是有些水準 或者都參差 是不是政府會不會有 有些想法是借這個新的做法 就是去無存清 會不會呢 其實我們業界的質素 在過往那十多年 都是不斷提高的 因為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 已經是有一個考試的制度 當時已經是從業了 一段時間的那些就豁免了 之後入職那些 其實一直都是要考試 才可以入職 然後每年我們還要他 有一些培訓的中數 才可以繼續 所以我們不打算 在這個成立保監局那裡 會特別要收緊 令到會有人沒有飯碗 是絕對沒有這樣的打算 所以從業員 只要他現在已經符合資格的話 應該是可以過渡到 即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們那個資格 那樣東西我們不斷地在改 不斷地在提升 因為因應市場變化 產品變化 市民訴求 我們都會有這個提高 譬如我們去年 我們在20年初 其實其中有份卷的考試 是加大了很多的 那個考試範圍 因為那個是關乎投資相連的 那些的受險產品 我們覺得是應該多些 投資的知識在裡面 所以那個考試是加深了 是多了東西要讀的 我們亦都要求現職的從業員 他們是想多些培訓中數 特別就著投資相連的產品 所以你看到其實這個考試 或者那個入職資格 是不斷地都要改進的 你有新產品 你就可能又要改動一下 市民有一個訴求 可能又會有些提升 那個是跟那個成立保監局 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就不會因為保監局 而是去改動它 即是那方面他們不需要害怕 不過你說對他們的要求是高了 那個是一直都要掩討的 而他們都接受的 其實我們跟業界一起做的 全部這些改動 我們有委員會是跟業界一起談的 這個局成立 你剛才說有些事情是自我規管 就去叫它查 就好像自己查分自己 但翌日你的局 都是有自己人 即是所謂業界的人 你說一下組成 是怎樣會給公眾的信心 這個真的很獨立 很客觀地去查些事情 是 我們現在的設計 就是將來的保監局 在董事局的層面 大部分都是獨立人士 我們建議都會有一至兩位 是業內的人士 都是需要的 他會有一些知道 會有業界的關注 變成在談一些大方向大政策 當時他們都可以給到他們的一些意見 在董事局下面 我們會有兩個業界的諮詢委員會 有一個是人壽的 一個是非人壽的 因為兩方面的談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會有很多業界的人士參與 是保險公司 中介人 經紀代理人 甚至是用家 都會有 大家談談 例如關乎人壽的 有什麼事情需要提出改進 或者有些新措施 在這裏談了 才會提交給董事局 另外一個就是 在審裁方面 如果有投訴 我們會有一個審裁的小組 這個絕對 我們的建議 都是由保監局去負責做的 不過我們也看到 會不會在審裁一些個案的時候 有些險種很特別的 賣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特別的程序 或者是有些術語 行規的做法是怎樣 如果有這些資料 是否也會公道些 也會清楚些 所以我們在審訊之前 我們是建議有一個專家小組 專家小組可以很大的 有保險公司的人 大保險公司 小保險公司 有經紀公司 有各類險種的中介人 在這裡 變成我可以就著那個投訴個案 去邀請一個專家 一至兩個專家 給予意見 他給予意見 原來是這樣的 通常是這樣的賣的 我們在審裁的投訴的時候 可以拍出來清 但是我們的建議 在審理上 就不會有業內的人士在這裡 因為外人會不會覺得 你在這裡會幫助呢 或者他被指控的代理人 會不會覺得有個同行在這裡 我未有生意的秘密 或者知道了 所以在審理上 絕對由保監局自己做 保監局那些是甚麼人 那些人當然要很認識 業界 但他又不是業界 那些是甚麼人 保監局的 例如我現在的同事 保監處 我們其實我們全部的保險公司 或者那些保險產品 我們都有看的 所以我們變了 那些保監局的職員 其實是很清楚的 到時會由最高負責人 會委任有幾位 專門做審裁的工作 然後他們得出一個結論 一個建議 其實就是建議給負責人 是再做一個決定的 因為法例上 是那個負責人 就是去做這些工作的 那如果是決定了之後 那個人不服 那有沒有得上訴 有 那我們都建議 就是任何 不論是公司好 個人好 不服這個保監局的決定的話 他可以我們在上面 會有一個上訴委員會 上訴的審裁處 會完全是一些獨立的人士 尤其是那些是我們建議 那些是可以做審裁法官的 可以提名做這些法律界的人士 去做這個審裁處 所以他可以去上訴 上訴就是說 總之關乎保監的決定 不論保險公司他可以上訴 或者投訴人 或者那個中介人 他被罰了 他覺得不對 不應該 他要上訴 個個都可以 有一件事 業界那一陣子經常吵 就是一頁兩管 我們聽一頁兩管 最多就是雷曼那時候 那些迷債 搞到頭都爆 很多人現在還未完 我相信你們可能在看 聽到有些都在吵 有些又說 證監去查 金管局去查 你又這樣 我又這樣 很煩 現在好像你都算是處理了 是否你解釋給 尤其是你們的業界 聽 因為第二天你去查 尤其是因為有些很多銀行 他都賣保險 那你又說 銀行是金管局管的 又要他去 那你這個保監局又要去 那怎麼辦 是 其實我們現在都聽到業界的意見 他們最初我們的建議 就是不如交給前線的規管機構 就是這個金管局 如果是銀行業的話 但是我們聽到業界 不論是銀行業還是保險業 都很擔心 就是會不會有兩個規管機構去做 會不會在定標準 和在執行的標準都鬆緊不一呢 我們都看到是有關注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方面 那個建議是作出了一個很大的修訂 我們現在建議是一業一管 我們說一業一管的業 其實就是如果是中向的就是行業 就是說整個行業 保險業就是由保監管 橫向的就是業務 就是說金管局或者是金融機構 它賣保險產品的 這一方面的業務都是由保監局去管 一業一管 變成在定定標準 制定的守則要求等 全部保監做了 不論你在哪裏賣 你是代理人去賣 經紀去賣 或者是銀行賣 甚至你說我是在商場擺攤檔去賣 即是不同的銷售途徑 都是由保監局去定規管要求 然後到有投訴要去審要去罰 由保監局握回這把尺去審至罰 但看來有些文件 金管局也有很大的角色 因為銀行本身是一個綜合銷售金融產品的地方 而金管局是它一個前線的規管機構 我們看到在實務工作方面 尤其是在巡視和在調查 即是就著有投訴去調查 這兩個實務工作方面 其實一定要跟金管局一起做 我們其實現在都有的 即是一些監管機構一起合作去做這些功夫 譬如巡視去巡銀行 其實金管局一直都有要巡銀行 我們現在有建議就是 我們巡銀行的時候 我們可能選擇它一次或兩次 它可能一連四次 我們就選擇它一次兩次 我們就聯同金管局一起去做 因為這樣其實是最有效率的 就不會說哪些文件 誰可以看 或者我可不可以看 是否純粹是銀行的一些文件 因為它是否都會做巡視的工作 我只不過跟它一起做一個聯合巡查 其實現在我們都有跟其他監管機構做過聯合巡查 都有的 這些完全不是新的東西 不過我們就寫清楚 將來如果是銀行銷售保險產品 我們都會跟金管局一起做 至於如果有投訴 是調查的工作 調查工作其實主要是找出事實是怎樣的 我們都看回其實也是最有效率的 就是我們請前線的規管機構去幫我做這個工作 然後它是要給我一個報告 給我給補監局 然後由補監局繼續去審 怎樣?即是由金管局去查? 我邀請它去查 是的 然後它查了 它看到譬如它實際上 當時聽了錄音 他們是說過什麼東西 怎樣去賣 或者它的銷售文件是怎樣 然後這個投訴人 其實它在銀行 譬如它那個存款是怎樣 那次去做定期 是否轉過來買什麼東西 它可以原原本本 整個的一個報告就是給補監局 為何要拒查? 剛才你說你的同事是會查 是會查的 但是因為呢 入到一個銀行去調查這些工作 假如有些跟補監局未必是有直接關係 譬如我剛才說一個存款等等 這個其實是個人私隱來的 金管局作為前線的規管機構去調查的時候 它是可以看這些 但是我其實我的權力只是限於 我去看保險方面的文件等等 所以在那裡是有實際的一個問題 在那裡 所以其實我們希望盡快可以處理到一些投訴 不就是我查了一些 有些我又再找金管局來幫我看一些 其實就會是比較慢的 所以我如果是請金管局去做這個調查工作 它是交報告給我 我就去作一個情署 去看看是否有一個表面的證據 是否成立等等 其實在那個效率上是高很多的 還有我們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因為金管局作為一個前線 銀行的前線規管機構 怎樣都可以 我現在有些什麼投訴都可以 我都一定會告訴它 然後跟它一起去做事 我們監管機構其實是要合作去做這些工作的 所以我只不過是請它幫我做這個 是找出一個事實是怎樣 所以然後它是要交報告 那個實際的審和懲署是由保監局去做的 所以那個不會說是有鬆緊不一的問題 仍然是由保監局去制定把尺 以及用把尺去量度 即是在銀行裏面那些 就是金管局幫你查 查完審報告交給你 是的 在其他範圍賣保險那些 就是你們自己找人去查 是的 查完又是拿回報告回來 又是 以及有一個委員會 就是去決定 基於那些事實的 是的 那麼業界就接受 他們就不再覺得這是一頁兩管 我想業界都有不同的意見 有業界的組織 即是同意這個方法 其實是最有效率的 當然也有個別業界的人士 有持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自己是詳細去研究過 其實發覺這樣的做法是最實際 真是最有效率 如果不是的話 你自己去查 他又不知道 我自己去查 然後我查了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我又想問問他 你可不可以幫我找一些資料 關乎這個銀行的呢 這樣的話其實是非常… 是的 對 我想要很明確地說 其實監管機構合作去做這些事情 或者是其他監管機構要求我 然後我去做一個調查工作 其實現在都有的 亦周不時會有的 所以就完全不是新的東西 或者就算我撇開 不是金管局去看銀行那件事 根本我們 譬如就算是調查保險公司 或者是中介人公司那些 我如果不夠人手 我亦都需要 委任一些調查的調查員去做 譬如我委任一些核數師 去幫我做一個調查工作 不是這樣不同的 專員 因為你核數師你委任他 他當然會聽你說 但是金管局 大家都知道他很瓦炸 但他都是要根據那個法例去做一個調查 我想這個就是你的印象是怎樣 我們現在說的是根據法例 是規定他你是做一個調查工作 就是你有什麼印象都好 他都一定要完成那個工作 然後給報告保監局 所以這一點我想就不需要有一個擔心 那或者你介紹一下那個懲處 即現時的懲處 和將來可能會有的懲處 是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現在的懲處 因為我們有三個自我監管機構 所以在那個懲處那方面 鬆緊或者是有什麼懲罰 是不同的 但現在是有什麼懲處呢 如果說代理人 主要都是因為他是一個代理登記委員會 主要只可以就他的牌子那裏作出懲處 要不就停他牌子 或者就又吊燒他牌照 這樣就不可以有其他一些懲處 譬如你說 如果真的技術上犯了一些規 可不可以是一個罰款 或者是一個譴責 那些是不行的 現在就不行的 但是在經紀那方面 就是可以的 但是經紀 因為有兩個經紀會 又是大家的鬆緊 那些尺度 都不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將來我們都會有很多的功夫 就是要看看如何制定一套的懲罰 那是應該有一系列的懲罰 即包括什麼呢 譬如是由這個譴責 公開的或者私下的譴責 罰款 到是他一個停牌 暫時的停牌 或者是永久的 或者是等等一系列的 就住那個違規的情況 其實是可以有多一些的選擇 就不會現在比較窄比較少 業界一般的反應是怎樣 他們都是覺得很公道的 是嗎 我其實就昨天才去同業界 有個這樣的會 其實大家都覺得 是多些這些不同的懲署 其實都是好的 因為有時候犯規 都是有很多種的 有些是真的抵打的 但是有些可能 是真的不小心 是技術性的犯規 所以有不同程度的違規的情況 如果你都是有不同程度的 一些懲署的話 都是對於業界來說 其實是可能會恰當一些的 所以我這一點也是很坦白的 跟業界說 其實到時我們都是要制定這樣 從分公眾的角度 私費者的角度 我們相信很多都是私費者 不知道你何時才搞定 這個獨立的監管局 成立之後 對他們有甚麼不同的影響 其實都是一樣的 照樣買 照樣有東西去投訴 是 將來的處理投訴 不會是由三個自我規觀機構 就會由保監局直接處理 直接處理 直接去到審裁 將來的保監局 亦都會做多很多 譬如是投保人 他們的教育方面的工作 我們現在都有做的 不過外於人手有限 我們真的做得很有限 這麼多人買 你還不用做 你又想教育嗎 不是的 你說過這麼多保單 嚇死人了 各位市民 在投保之前 其實真的有很多事情要留意 例如呢 例如說人壽單 人壽單究竟那個保障 是否符合你的需要 如果你是說一些儲蓄的單 或者是投資的單 投資的單 其實風險是要自己去負責的 還有投資的單 和儲蓄的單 有時候你是要想起 他要你供保費的年期 究竟是多久呢 你是否在那個時間 你也是有足夠的能力 可以給他繼續供錢呢 如果不是 你說我不是 我過了一年 你說原來我跟著 那個經濟情況有變 我家庭情況有變 我斷工了 那可不可以拿回所有的錢呢 很多時候保單 都是頭幾年是拿不回的 那就是會是時間越長些 去到近他那個到期的時間 近那幾年才是可以拿回多些 月頭是越是不行的 甚至有些是會有罰款 所以一定要知道 那個其實要供是怎樣 如果我斷工 你是第一年第二年 你是會拿回多少 或者你要罰多少 那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發覺 很多投訴就是 我跟著我完工了一年 我就說我就想不供了 但發覺我原來只剩這麼少 但其實那個是這樣的 他當時沒有聽清楚 沒錯 另外也有些保單 例如我所說的 旅遊、醫療等 大家要留意一下 譬如他賠甚麼 是的 成保範圍 最近那個是甚麼 菲律賓那單 我想很多的事例都是 那個成保範圍是甚麼 那間公司又挺好的 雖然他說沒有 那是一個欣述的 一個欣述的安排 收那些好像覺得還不是甚麼 即是根據合約的賠償 可能就是那群人去旅遊的時候 他未必看清楚 是的 發生了 為何你不補這些 他說大哥我沒有補你這些 是的 有時候我們會說 這間公司便宜些 保費便宜些 但其實這些 一分錢一分貨 一分錢一分貨 有時候他的保費 其實就反映了保障你的範圍 那你如果想多些 那你就要看看 我是不是想買一些多些的 那些車的那些 吵到不得了 他經常是要加的士 走來立法會都吵到拆天 因為的士小巴的意外是多的 而他每次都可能有幾個乘客 小巴有十幾個乘客 賠償的額是高的 其實我們看回 其實是剛才2010年才可以打個和 2010年之前連續五年六年 整個行業如果是城堡的士小巴 整個行業都是虧損的 即是說他收回來的補費 簡直是不夠給賠償 那他也需要 所以要加補費 所以是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在那裏 去到去年那個 就剛才看了一個打過和果 死了 我們也希望在現在這個水平 應該是穩定的 因為 聽著 我希望 如果有很多意外 如果賠償金額是很高的 我們會有數看的 因為我全行賠償金額有數看的 我相信 有一點是共識的 就是如果意外是少 少一點的話 賠償的自然會少 應該會低一點 對 所以我相信這一點大家都明白 成立這個局 不會是一個原因去加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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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說那些 你多意外 要賠償金額 這個不會 不會 不是一個原因 到時他又升級了 又要找另一個人來 不會 還有專員說過 他說他不會去做這個位 不會像以前那些 不要 別說 總之我不會 因為有一個利益衝突 有一個利益衝突 總之 如果你們有什麼投訴 你就直接找專員 要不就找我們 我們真的希望看這個 如果真的找到共識 立法會有同意的 那就快點去做 因為我們也想和國際接軌 今天就多謝專員 多謝 多謝 拜拜 拜拜 拜託